这句话很可爱 我就想起你这个事情了 你说 当然是形容贺本的 我的idol从我念书的时候 就是奥黛丽贺本小姐 对 很美 对 你觉得你30年之后 就是这种感觉 好 就是这样 是吧 当然贺本是一个这么的 一个美丽的女人 当时这么说 他说 一个导演说的 他认为 在奥黛丽良好的教养外表之下 必定隐藏着某种欲望 他一定会让它展现出来 比如你给我们 所有人都是良好的教养 下面那层是什么呢 是什么 你不会告诉我 知道 好 我回答说我有 好 就在大家看到的外表下 我有强烈的 可以爆发的欲望 会要展现 它是偶尔冒出来 他也不偶尔冒出来 那他是什么样子 我很久没见到他了 真的 上次见到他什么时候 这两年吧 还是会见到 这个欲望是跟爱情 或者个人成就 或者什么相关呢 应该也不是感情方面 就是能够放纵的 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 所以之前我还开玩笑说 好 我喜欢哪一个 我来追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些 更肆无忌惮的男生 这应该很多吧 我觉得男生真的 都肆无忌惮的 都笑了 这边都是肆无忌惮 肆无忌惮 又单身 对啊 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专情 这点我非常非常在乎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很难存在了 对不对 对 你好诚实 对因为这个 那为何男人无法专情 基因带来的 这个没办法 对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 包括大家的人的身体 外在的器官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动物世界 但我觉得 就今天我们这么简单的谈话 我觉得你其实挺自在的一个人 我是很自在 对啊 为什么给别人的感觉 是一个特别不自在的一个人呢 我不知道 知道啊 是吗 这困扰你吗 会 会吧 这个倒是会困扰我 可是后来就觉得 其实除非我们有相处够 你才会知道 那我觉得在一些媒体的包装上 或媒体的扭曲下 就我也没有办法 找到自己的 也不用说特色啦 做自己 你刚才说的爱情 就是它是一种亲密感 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那怎么面对这么多的孤独呢 会让自己去顺利 怎么办呢 可以 通过音乐 还通过独处吧 通过独处吧 通过旅行 偶爾那個寂寞浮現出來的時候 你說和他共存嗎 也很難吧 我可能會就是 哭出來 哭出來 然後隔天 希望自己臉不會太腫的去迎接工作 或是看電影 有時候覺得看一看別的故事 然後感受一下人家的愛情 以及我非常嫉妒的羨慕感 算是一種替代 對對對 就獲得一下那種感覺 那種愛情的滋潤 對 個人成就說工作上 我常覺得夫婦何求了 不強求夠多了 我覺得愛情你總是覺得 嘿 大家一直問我 我怎麼樣都感覺一無掌盡的 分析過自己嗎 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是我自己的問題吧 怎麼來解決呢 當我看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還這麼多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我以前的那種冒險 然後青春很想要探險 很想要感受的力量 一直存在 我覺得最怕就是你隨著年紀 你就覺得說 我也沒有什麼好感受 這些我都做過 吃過看過做過 我為什麼要去嘗試 你失去了感受力 你失去了冒險力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你開始可能會慢慢 那意識到之後是一個什麼感覺 一種 做自己 找到自己的 也不是說特色啦 就是做自己 我一直都說我是誤打誤撞進了演藝圈 如果不是進了演藝圈的話 我應該就是一個 以前我想當老師 你肯定是特別好的老師 今天看到這個 哇真是 然後也想大學畢業就想說 我應該步入婚姻了 想像中就是有一個美好的家庭 這樣子 那誤打誤撞進了以後 你又覺得說 老天爺怎麼會給到你這麼多的資源 和大家的肯定和喜歡 甚至連剛剛小朋友抱我的時候 我都有一瞬間的那種感動 就想說 你們是真的認識智琳姐姐嗎 這樣子 所以 當然你會有一種使命感 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那 也覺得說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精彩一些 有這麼多passion 肯定有很多也會同樣的depression depression 那怎麼辦呢 當然也有 會怎麼面對depression depression 就是 會讓我唯一可以和自己相處的時候 嗯 平常我覺得我都是屬於大家的 嗯 就是時間也好 人也好 嗯 嗯 可是 就是 當我 很 壓力大 或是真的情緒超級 無法釋放的時候 我好像會躲起來 嗯 我知道這不太健康 可是我會 極度的沉澱安靜躲起來 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希望能夠先把自己的傷口修復一下 嗯 嗯 嗯 可是當只有那時候能夠聽見自己的聲音 甚至什麼事都不做 也不一定要去什麼 這些孤獨 寂寞 會讓你更 更敏感 或者更有創造力嗎 你自己覺得 嗯 我不知道 嗯 寂寞習慣了就是 就是這樣 鲁迅寫得很動人 鲁迅的紹興會館裡面寫的說 寂寞像一條大蛇 嗯 把我緊緊的纏住 嗯 我覺得那個意象特別深 就那種 像大蛇一樣纏住你那種 感覺有過嗎 會有 嗯 尤其夜深人靜的時候 嗯 嗯 就覺得感覺空氣是凝結的 嗯 然後那個大蛇好像就是真的抱著 那一刻你怎麼辦呢 你覺得被大蛇緊緊的抱住 我沒有解決的辦法 嗯 枕頭蒙起來 我沒有解決的辦法 嗯 我覺得 有一點我自己 覺得好險的是 我是一個還蠻樂觀的 嗯 嗯 嗯 一直就是比較正面思考 嗯 我以前還說我是向日葵向日葵 就是跟著有陽光的方向走 嗯 所以你說的在那些那種 沉寂啊 孤寂被大蛇擁抱了 或者是怎麼樣覺得說 為什麼我是這樣 別人的快樂的時候 我在做什麼 嗯 其實我不會去太比較那個 嗯 我想你對婚姻還是有很多的期待嗎 還是說 畢竟 少了 嗯 嗯 憧憬有 我好像沒有改過這個答案 嗯 可是現在不會覺得大家一直說 好逼婚逼婚 然後就為了覺得說 我的結婚我一定要結婚 嗯 因為總是現在有很多過來人 嗯 會跟我說一個不好的婚姻 那你還不如自己好好的過 嗯 你還是可以找一個可以心靈相合的一個伴侶 嗯 對 基本上就沒有好的婚姻吧 基本上沒有好的婚姻 我覺得是啊 哪裡有世界有好的婚姻嗎 有幸福的Couple嗎 一定有 哇 你 你太悲觀了 你太悲觀了 等等 你太悲觀了 你覺得婚姻都不會好的原因是什麼 就她對人性的壓抑啊 舒服啊 因為 那種 在婚姻裡大家太有期待值了 對啊 對 對 如果在談感情的時候 你還會願意付出 嗯 當婚姻裡這些期待值會重重的把你打擊 嗯 而且我常常覺得有多少期待你就有多少傷害 然後 而且在婚姻裡 你可能 就會比較想要 然後 也許改變人 改變他人 可是你又會知道說 就是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人 嗯 你什麼時候意識到這點呢 另一個人 我一直都還蠻知道這點 真的嗎 那很早熟啊 啊 我還蠻早熟 所以我一直覺得 當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 我就會 也不能說改變自己 我會做自己的一些協調 就是 self adjustment 嗯 對 對 是 你好悲觀喔 你竟然說沒有好的婚姻 我比較誠實吧 可是你還是會看到很多就是那種老伴侶他們能夠這樣攜手不管是一起旅遊啊或是我還是會覺得那個是美好的嗯 所以爭吵一定會有那不見得不是不好的婚姻啊 嗯 對 可是你有一個伴在你身旁 嗯 就免掉了你剛剛說的那個寂寞的衝擊 嗯 整個東亞地區的美的單調性從韓國開始 你對這種意思怎麼看呢 你覺得應該 哇你剛剛提到單調性 對 然後你又提到韓國 你會 這是可以播的啊 可是這是一個重點 對 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也剛剛講到說小沛上的故事 嗯 要如何喜歡自己 對 那我覺得現在的女孩子當然把大家把顏值當做好像自己生活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 嗯 可是她終究還是會過 嗯 有時候會覺得很可惜的就是看到好多 就這樣好漂亮好漂亮 可是你記不記得她 嗯 嗯 我覺得一個人要做可以留存在別人記憶當中的女人比較重要 你會公開這麼講嗎 也 我剛剛已經公開講 對 是 應該會被你們劫了 完蛋了 可是 沒有這 這也不是在批評啊 對 就是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那個特色 嗯 嗯 比如說你在北美的那些教育 你說到古希亞羅馬都是個人很自由的嘛 對 自由的 然後台灣又是一個 坦白說台灣其實是一個挺壓迫性的一個社會嘛 就是一個 而對美的標準你學藝術學美 嗯 就是那種豐富的美 或者說那種更獨立的美 好像在台灣社會不是特別被接受的嗎 這種東西對你有 有充其 對嗎 你趕緊再回來 我覺得那個壓抑會是 也許每個地方都存在 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辦公室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環境都會有的 但是在東亞這個美 尤其對女性的美是標準非常的嚴苛的嘛 這個我也是這麼認為 嗯 這個壓力就有了 對 但是這個很矛盾嘛 就是說你是這個美的標準的一部分 你是這個標準 但同時你又覺得這個標準其實是壓迫性的 這種矛盾性對你 不是我的問題 是時代的問題 對 我就說是不是困擾你 媒體也好 時代也好 不怎麼去接觸你的內心 它的複雜性 會有 這樣說好了 那真的用很多不同面向才是一個完整的女人 我也是 絕對也是 那可能大家看到的確實就像你講 是某一個 嗯 嗯 哉哉的 對 而且這個哉哉我還不好意思說出來是什麼 對 好你們自己可以Q字 可是另外一點就是 你也不要做那麼外放的 我覺得與人要相處最重要就是舒服 嗯 嗯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一下反抗一下你的 就too much behave yourself 嗯 是吧 所以I should not behave myself 嗯 這是一個建議 可是很 我覺得也有點自己設的某一些框架吧 嗯 我父母親唯一告訴我的就是女孩子要得體 妳是不是特別怕自己失控 失控啊 特別擔心自己失控 我很少失控 嗯 嗯 不會說擔心 可是我就是個不會失控 從小就是嗎 十幾歲就是這樣的嗎 我覺得小時候的我應該就是一個比較倔強 所以真的是自己開始生活以後 你慢慢了解試者生存 嗯 就慢慢磨掉那些冷冷嚼嚼 讓自己生活可以滾得更順利一點吧 對 嗯 我希望自己更放肆一點 我做不到 嗯 就進了這個圈子以後慢慢被訓練到 嗯 就任何環境 任何環境 我第一個做的都是 觀察 然後調整自己 嗯 去適應 所以包括可能和人的相處 嗯 會懊悔是不是放肆完之後 對 嗯 就是我每一次如果有任何的我覺得說 啊我一定要講出來 嗯 當我丟出去以後啊 我對自己的懲罰 就是我過幾天我都會活在那個懊悔當中說 我當初為什麼不好好想一想再說出去 嗯 我有必要嗎 我對自己的折磨更大 啊真是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會有這樣子的過程 嗯 你的性格是受父母影響大還是跟自己的成長 受我祖母的影響我覺得倒是挺大的 對 你如果看到比較傳統的社會 那時候的女人的這些 嗯 像溫兩公檢讓啊這些 嗯 就是存在 必須的 嗯 我祖母她 這是一個 很有禮數 很感恩 所以不會 讓人覺得她的存在有任何的 你還要特別去照顧一個老人家 嗯 所以那個保守 嗯 嗯 比較傳統那部分 絕對是 對 我祖母留下來給我 她到現在也是這樣 嗯 對 有沒有哪類角色是你特別想演的 但還沒有去演過 以前我覺得是那種小人物 嗯 現在我要把這個話收回來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沒辦法做到 嗯 因為我的生活經驗和體驗 就沒有經過那樣的過程 嗯 那很多時候你去 過多的猜測 意測和想像和體會 你也贏不了人家 嗯 這是你會有挫敗感嗎 會啊 嗯 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因為我常常第一個挫敗感就是 欸我不是主演欸 為什麼在宣傳期的時候 把我拿來當主演 嗯 目前為止你最滿意的 還是我的第一個 嗯 我覺得第一個 最好 最自在的一次 最自在應該就是下馬鎮 嗯 下馬鎮 那時候覺得超自在 因為很特別在那樣的包裝下 嗯 我甚至覺得你知道平常我就是會覺得說 女孩子可能做還是要做像這樣 嗯 下馬鎮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就是真的鄉下 嗯 住在那裡 每天就吃烤串 嗯 嗯 那個更自由的你就冒出來 對 然後不能說的話都可以說了 而且我記得在裡面我講的 還不是 嗯 也不算普通話 它是有個方言的腔調 嗯 比如說你做了不同的職業嘛 model 主持人 actress 嗯 哪個職業是 就是說是你的才智發揮最充分的 才能啊 嗯 嗯 老實說 我覺得我最好的角色應該是 智玲姐姐 怎麼定義智玲姐姐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角色呢 很特別怎麼說呢 因為 你說美麗我沒有別的女子美麗 你說聰明也沒有別的人聰明 然後我說主持不可能也主持得比別人好 演戲也沒有比別人演得好 嗯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智玲姐姐的 這個稱呼上 嗯 我有一種心境就是 我好想 好好的當這個姐姐照顧大家 嗯 嗯 所以就是變成那個想要 給大家待遇一種正面能量 或是回饋這件事上 我會很嚴格的監督自己 嗯 嗯 和希望自己一直是在這個狀態上 嗯 但是會擔心這種和善喜悅是 某種膚淺嗎 或者說會擔心這種 我不會覺得欸 嗯 我覺得和善和喜悅和微笑 當然有很多種這樣 有些人會 嗯 嗯 可是真誠的時候那真的不一樣 真誠的時候你絕對是感覺得出來的 對 嗯 就清晰地發現自我 並能與自己共處 這是一種很罕見的品質 很少有人 有人可以真正做到這一點 跟你的能力大小 跟你的成就高低都沒有關係 我們看到的事實上最成功的人都是失控的人 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這種平衡 沒有平衡感的人 所以推出他不斷地往前走 要理解自己的局限性 願意理解自己的能力 都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第一篇會選這個小飛象 我特喜歡這個故事 對 很可愛 剛才有小朋友也說 最喜歡小飛象 對 嗯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小朋友有一些 會慢慢 喪失掉自己的分析能力 嗯 然後 那小飛象當然講的故事 就是他自己覺得說 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自己是不是有什麼 不對的情況 然後慢慢找到這個自信 認識自己了解自己 嗯 還有喜歡自己 嗯 你自己會有小飛象的情節嗎 小時候覺得自己耳朵大 或者說什麼地方 像小飛象 我一直是耳朵大 我其實也不介意 我知道 跟這個沒關係 我就說 我是個招風兒 對 對 我就說他會跟你小時候成長有關係嗎 不那麼喜歡自己 我自己倒沒有 嗯 對 那你最不喜歡自己身上什麼東西呢 最不喜歡 嗯 形象上我最不喜歡我的腳 我的腳跟男人一樣大 各種啊 不一定是形象的 性格或者說各種什麼 我個性上 我有沒有覺得不好 老實說 這42碼是嗎 沒有開玩笑 好啦 差不多了 我看我 因為我是44碼 因為我是38碼 比一下 對對 差不多了 差不多說得太快了一點 可是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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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非常的意外 嗯 其實我一直挺好奇 你我15歲去多倫多嘛 對 你現在相信多倫多是什麼樣的記憶呢 我對他記憶就是狼 齊度的 寒冷 我那時候第一個感覺是 我怎麼選這個地方 好冷 自己選的嗎 爸爸選的 嗯 爸爸好恨心的 嗯 然後我那個時候又學經濟跟藝術科 對 為什麼選這兩門呢 這兩門是很衝突的 很衝突的 對為什麼呢 就是也是有點為了完成家裡的願望吧 我自己本來就是想學美術 嗯 那爸爸覺得說你學美術以後怎麼過活啊 嗯 怎麼吃飯啊 對 怎麼好像找個工作啊 論文寫的是什麼 我其實是藝術歷史 不是畫畫 對 所以論文寫的是古希臘羅馬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是一切起源 一切的創意的起源 所以就不管是在建築 或是以前在古希臘羅馬 它都是壁畫 對 或是以前有很多 這有些好像不太能講 講啊 真的嗎 對啊 講啊 各種不同的書籍好了 各種不同書籍可能會出現的 男生喜歡讀的書 對 因為羅馬時代其實很淫蕩的時代 很自由的時代 好了您說出這兩字 我就不強調了 對 他們就會畫在牆上 對 我覺得那是很自由 那個一個秩序開始瓦解之後 那人的創造力出現 對 你喜歡那個時代嗎 喜歡 對 就像你講到的吧 這個自由度 在那個時候反而是被允許的 是啊 在現在它是有一個框架中 又被允許又不被允許的一種 怎麼講 是羈絆嗎 也不是 可能變成有時候人就會變成假 或者不是束縛 台灣其實是一個挺壓迫性的一個社會 那種豐富的美 或者說那種更獨立的美 好像社會不是特別被接受的嗎 怎麼來解決呢 他最後願意定位自己是智林姐姐嗎 智林姐姐是對他人 對世界 對自己 我也說不清楚 我也說不清楚 因為愛對我來說也是個非常的難以 因為我回避這個 我回避這個這個概念 Eck from說我們我們逃避 逃避愛的 對 就像逃避自由一樣逃避愛的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他 到底怎麼怎麼理解呢 我挺好奇的這一切 嗯 謝謝 謝謝 應該都有錄的 有 我覺得我好像講太多了 不該講的 你們自己再調配一下吧 寄人與異雲 剛剛就 寫得不錯 你們聊天很開心 都有點忘了下一個節目 可以更開心 再說 有機會吧 智林姐姐 可以 可以 給您 相待自己 相待家人 對 相待家人 謝謝您 對 好 那要不要一起 好 你們先排好 我們先排好 我喜歡這個一起喝茶的林志玲 她多少有些意外地展現了自己的內在的掙扎 與渴望 當然她會很快地回到 那個被熟悉的公眾形象之中 謝謝 謝謝 但我想我會懷念 她那非常放鬆的一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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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我覺得我們可能還是 未來也可能要補一點 如果有機會在台北見你或者台南都好 好嗎 我覺得 直接跟我們報紙聯繫 好 這句話剛剛有聊了 剛剛有聊 回溯半年去與林小姐的對話 她正是探討這種時代趣味 與個人自我發現的恰當人選 在某種程度上 她是這種時代趣味的受益者 她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 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個人代價 我覺得我沒有以前那麼自然了 我也不想陷入不必要的誤解吧 如果都變成這麼 對現在我就比可能過去更敏感了 但是可能這種敏感又會是某種喪失 某種意義上的丟失 某種更朴素的東西的丟失 林小姐能做得這麼好一個生命 那是太為觀止我覺得 這是大學的時候畫的一個優化 然後我不曉得 我覺得在我的某一個基因裡 應該還是充滿澎湃和叛逆的個性吧 這畫的不是你自己的裸像吧 這是一個抽象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是 她就是了 就是了 我覺得看畫的好處就是 在你自己的感受 你如果自己對那個畫有什麼樣的定義 她絕對沒有對她錯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我希望畫一個很熱情的女孩子 所以會選擇說 用很暖色系的紅色去代表她 然後就是很熱情這樣 她說她很意外 有人會跟她談起她藝術史 學的是什麼 其實這段挺打動我的 說句實話 你看這是一個多麼朴素的 我問你年輕的時候 在學什麼 在做什麼 你想這樣的東西 它實際上是被刻意地忽略掉 然後在其中的某一部分 被無限地放大 我想這對於任何人 都是一個不舒服的一個狀態 一個不舒服 那可能背後也會探討 就是我們的公共的話語空間 對於每個個體的理解是怎麼樣的 徐老師可以找個髮型師做做髮型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做一下的 在林小姐談話之後的八個月時間中 我經歷了幾次比較意外的對話 在某種程度上 我可以更切身地感受到 林小姐本人的處境 以及公共輿論 對個體自由的束縛 這個就是知識分子和藝人的區別 就我這麼想我也不能這麼說 為什麼呢 你就是不要挑戰大多數人 那我同樣 難想不敢說的事 你要用包裝的形式 我認識太多知識分子的不自知 你看看你又把一個抽象的群體 架到我一個人頭上 你很不信 因為你是他們當中 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了 將近兩年的時間 就是您自己身上有什麼變化 我應該堅持我之前的主張 還是說 就是因為這個時代 它有一批人 他們體倡特別精緻的生活 在表象上做出一些改變 他們會覺得這種改變是 你用了時間 我們是可以 比如下次脱個粉 但我可能不自在覺得 還沒開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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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